今天我们来解这个2020年的年终考 考一例了 第一题的部分是首先题目讲differentiate function 3.52-x平方 所以意思就是要你去微分 要求你做这个东西对x的微分 所以首先我们会把它led成一个y 然后把它做展开 展开完以后再去对它做微分 这展开的地方会有前平方二前后后平方 然后我们微分之后 12的微分变0 后面的微分就以此类推用微分的公式处理 之后题目讲find the value of x if the derivative equals to 0 意思就是要求你去做当它的微分等于0的时候 找出x的值 所以当derivative等于0就是differentiation等于0 当这个东西等于0的时候 我们去找到x等于2 除了做展开的方法以外 可以做这个chain rule 可以做这个链倒法的做法 我们可以让它把里面led成u 然后变成对u的微分 再把两个微分联合起来 会得到一样的答案 跟一样的结果 然后同样的去做 微分等于0 找x的这个步骤 这个第一题 第二题是 if the origin 所以origin指的是原点 然后00 或者00这个点 它跟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又是 它跟两个点的距离是相同的 可以equal distance 两个点的距离是相同的 所以要你找出k的值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o 写出来 然后o跟a的距离 所以就是带入距离公式的部分 所以就会有x1-x2 y1-y2 然后都取平方加起来 两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然后下个步骤 我们会在左两边开平方 可以取平方 让它把根号一起消掉 然后就会留下这样子的一个数学式 然后这样把它展开前平方 二成后后平方 这边的平方 然后一样是前平方 二成后后平方 你就可以找到呃这样的结果 然后如果你没有先除二 就直接做交叉神 也是没有影响的 可以记得这些步骤都是要写的 同考是半分 可以这些步骤都是不能省略 这个呃相等于零啊 然后部分等于零 这部分等于零 直接写答案 可以最后是一步才要写答案 可以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是几分 可以几分这个东西 所以这东西我们第一个步骤 会先把根号x 乘进去给两项 乘完两项以后 分开把它写成直数式 可以把根号写成二分之一四方 然后把两个x的东西相存起来 这里是没有所谓的分开积分的 就是你不能去做根号x的积分 然后做x加2的积分 这是错的 一定要把它联合起来 一定是要把它联合起来才可以的 好 加区是积分 ok 二分之三的积分 就会把二分之三写在分母加一 然后次方也跟着加一 可以后面部分也是一样的 就二分之一加一写在分母 这里也是一样写在分母 然后再带入四跟带入一 可以积分完之后整理啊 然后带入四带入一 带入四带入一 带入四带入一的动作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当同学在按计算机的时候 所以出现状况啊 就是呃不知道要怎么按计算机 所以这个地方二分之五的次方 然后这件事情是需要在按计算机的时候 跨弧起来 你才会按对 如果你只有按四 然后次方符号五 再按分数符号二的话 他会理解成四的五次方 然后除二 所以这个按计算机的部分 是大家要小心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出答案了 可以写假分数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 第四题是 两根字和两根字机的题目 底部讲的东西是 他告诉你αβ是这个方程式的两根 α是根 β也是根 他告诉你这两根根的sum of the square 而这两根根 它们的sum of the square是三 所以sum of the square 指的是取平方之后再加起来 可以取平方之后加起来 如果今天是先加再平方 他就会写perfect square 所以他要表达的东西 就一定会是先平方再加起来 所以在那之前我们会先把 关于这个αβ的两根字和 两根字机写出来 所以在这方程式里面 两根字和是-k 两根字机是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题目讲的两根根的平方 可以两根根先平方 然后加起来结果变成三 如果今天是先加再平方 我们叫他perfect square 所以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alpha加β 跨弧起来的平方 我们叫perfect square alpha平方加β平方 这个叫sum of the square 会两个东西不同 好 所以sum of the square 其实也是用perfect square的公式 延伸出来的 它会变成alpha加β的平方 减去2alpha alpha加β的平方 减去2alpha 会等于3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把刚刚找到的-k 还有k 放进去里面 然后会得到k平方-2k-3 然后再去做交叉层 一样二阶的步骤是要写不能省略 然后这题原本是同考题的选择题 原本同考题的选择题 有设定好这个方程式必须要是一个rear root的方程式 ok rear root的方程式 如果它今天是rear root的方程式的话 3这个答案 复义这个答案 讲错 复义这个答案会导致你的方程式 对吗 还是3 啊3这个答案 sorry 3这个答案会导致你的方程式出现许更 所以三个答案就会被reject 可是这里是没有特别提说rear root这件事情的 所以两个答案我们都要 第五 第五题目讲的是一条normal的gradient 可以跟normal的gradient 呃在这条曲线上面 这条曲线上面某一个点 它的normal的gradient叫-1-3 ok 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就先知道 呃 normal of gradient是-1-3 一定要先知道 可以gradient of normal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它的 法线的斜率是-1-3 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法线跟切线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 tangent的gradient 可以去知道切线的gradient 呃导数加负号 然后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曲线的话 曲线上面的斜率会自动等于 那个点的 切线斜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它做微分 去找到它微分的结果 叫6x-6x-3 6x-3 这个东西就会是我的切线的斜率 可以我的切线的斜率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a的结果是0 可以a的结果是0 因为我们带进去之后 知道呃这个东西是tangent的斜率 所以它会等于3 它等于3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找到a会等于0 在这个解答流程里面 你写x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在做的话 然后我们把a等于0带进去原本的方程式 因为这个点会在这个曲线上面 所以当我们知道它的a坐标 它的a的数值是0的时候 我们带进去就可以找到b的值 可以就是这个点的确切的坐标 可以我们会知道这个点确切的坐标 可以我们会知道这个点确切的坐标是01 所以它的b的数值是0 可以这个点在这个曲线上面 它的grading of normal会是1-3 可以这样子的意思 第6 第6 第6是一个表达式 就是要求你把x平方表达成这个样子 可以表达成这个样子 就是很等式啊 可以很等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grad x等 x平方等于这个东西 可以等于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去做展开跟分类 可以展开完之后分类成x平方向 x向跟常数向 可以展开之后变成这样 如果你要做grad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x平方向是一起的 然后x向是一起的 常数向是一起的 因为你的左手边只有x平方 所以左手边的x是x的一次方向是0 然后常数向也是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comparing the coefficient of x平方 然后compare x compare concern 所以就会发现左手边是0 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就知道a的数值是0 因为在这里只有a这个位置数的话 前面的x平方系数是1的话 a就会是1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等于1 带进去第二式找到b 再把b等于-2找到带进去第三式找到c 找到a b c之后是需要去把这个方程式 这个我们题目做的很等式再写一次了 可这里就不需要再使用很等符号 用等于符号就好 因为很等符号是用在有位置数的时候 就是有a b c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对应的去相同 今天你已经找到a b c了 就不太需要使用很等于 用普通等于就好 第7 第7题讲的是如果给你x跟y的关系是3 要求你找这个东西会形成的miniband value 这是7C的题目哦 所以这时候我们有分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如果今天你要做y的 就是以y为主 如果以y为主的话 我们把x转换掉 x会被z 会从这个方程式里面得到3加y 然后我们把3加y放进去我们的方程式里面 找到一个属于z跟方程式的题目的关系 属于z的意思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找的miniband value 其实是x平方y 其实是x平方y 因为我们要找的value是x平方y的value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会让它变成是z 所以今天我要找的是它的miniband value 我们就要微分z 而不是微分x也不是微分y 都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letz等于这个东西之后 一样去做微分让它的x微分等于0 去找到什么样的y 会让我的z在x微分等于0 才可以去找maximum或者miniband value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交叉成 之后得到y等于-3 y等于-1 这样的答案是我们 x微分等于0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二次微分 带入两个数值 知道哪一个是maximum 哪一个是minimum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到minimum z是-4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做x的话 可以做x的话 你找到的答案会是x等于0跟x等于2 可以x等于0跟x等于2 然后x等于2是minimum value 我们就一样可以找到-4 所以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找到了 第8 第8是要把这个方程式表达成partial fraction 部分分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先知道 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分子的最高四方是x平方 分母的最高四方也是x平方 所以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长出法 可以吗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长出法 因为它们分子分母四方一样嘛 所以你是不能说直接从这里开始去做部分分式 一定要分子的四方小于分母才可以做部分分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做了长出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东西是我们的余数是x加5 我会怎样确定余数是x加5 因为当我用这个东西乘1 变成x平方减9 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这边的符号是负的 所以首先 跟x-0 因为没有x x-0 是x -4-9 就会变成-4加9 -4加9 就是正5 可以所以就会是x加5 这地方是我们呃 长出法之后出来的结果哦 1是3 加上这个地方x平方减9 是我的除数 可以除数 而divisor x平方减9 然后分子的地方就会是remender x加5 接下来我们做partial fashion的时候 我们只有针对这个东西去做 可以针对这个x平方减9去做 不会再去理前面的1了 前面的1我们最后才会再写多一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方程 就是我们在做partial fashion 真正面对的对象 很多同学在做这个的时候 是没有先做长出法 就是忘记掉分子跟分母的四方相同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照常去做部分分子的流程 就是一样要乘起来 然后去找到b的value 找到a的value 如果你要用 呃 比较系数也可以 你要用lade 可以做多了就会知道其实lade很快啊 在这里的话这个题目lade会比较快 在上一题的地方应该是做 比较系数快一点点 可以所以找到最后我们会有x平方减9分之x加5 会等于这个东西的表达式 首先a是负3分之1 负3分之1当我们写在这里的时候 是没有把负3分之1写在分子了 那3已经在分母吗 就让它一起在分母就好 可以就让它一起在分母 然后b的数值是4分之4 所以一样要b的这个分母3 是会跟这个x选3写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做这个部分的partial fashion 可是题目要的东西是这个 所以我们还要再写这个步骤 把答案再写多一次 可以把答案再写多一次 就是把后面部分变成这样子 这样才是完成真正的partial fraction 第9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是p是一个移动的点 它有我们要去找它的locus p这个移动的点 我们把它假设成alpha beta 然后题目讲p到q的距离 以及p到r的距离是乘2比3的比例了 所以p到q的距离是2 p到r的距离是3 所以2比3是这样子来的 或者你可以写成是分数式 写成是分数式之后 下一步我们要讲去把它变成数学的等式 可以变成数学等式两种理解 如果你今天是用左手边的这个比例的话 就可以内称内外称外 如果你今天是用右手边这个分数的比例的话 你就用斜对角乘就好 可以pq和3层 pr和2层 可以斜对角乘 乘完之后 我们把pq的距离和pr距离写成数学式 然后我们做展开 可以这一题的取平方的时候 可以这一题我们在取平方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取平方 这个根它会跟平方小掉 但是这里的3会变成9 这个平方会跟2小掉 这里的2会变成4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容易 在做的时候蛮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忘记掉原来这个地方2跟3 也要跟着一起做平方 可以也要跟着一起做平方 然后我们就呃照常的去呃沉进去里面 可以沉进去里面 再移来左手边做简单的化解 可以最后还要再把alpha beta 因为alpha beta是属于p的移动移动程式 我们要把它变成是平常我们在用的xy坐标 可以变成xy坐标 它就会写成是locus of p 可以p的轨积方程式 可以把alpha变成x 把beta变成y 这第9 第10 第10是找tg的题目 可以find the value of the solid form by rotating360度 of the shaded region about x axis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呢 这部分的面积要跟着x走旋转 可以跟着x走旋转 所以它如果要跟着x走旋转的话 跟着x走旋转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半径的地方 就会是底下这一段的y 然后我们的高的地方 就会是ttax 所以这一题的积分是y平方dx 可以这题的积分是y平方dx 然后积分放来从-e积分到e 因为今天我们要对的是x走旋转 所以它就会这样子转转转转 这个ttax指的是从这边到这边嘛 所以它就会是你的dx 你的圆柱体的模型才会这样跑出来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y等于x平方减一 带入进去 然后一样做展开前平方二前后后平方 然后记得这地方要跨五起来 可以记得这地方是需要跨五起来的 然后积分的范围是从-e积分到e 然后就x是四方的积分 平方的积分 e的积分 然后再带入e的结果跟-e的结果 就可以找到答案是15分之16 就是pi unit三四方 可以要小心的事情是15分之16 是不能写成带分数 要用假分数表达 因为后面是pi 所以如果你用带分数的话 表达事实上是错的 然后题目要求你express your answer in pi 所以就不需要按两位小说 也不用做进一步的解释 然后记得单位要写哦 这是volume 所以是unit三四方 可以unit cube cube unit 11 Find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of the function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rational function 他要找他要你找maximum和minimum 这一题是不能做微分的 因为他跟微分没有关系 你还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的微分方法 所以你只可以去做rational会做的事情 rational会做的事情是我们把它的分母移去左手边 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沉进去 沉进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分成是x平方的那一项 x的那一项以及常数项 分出来结果就会长这样 巧克力色的是一四方的 绿色的是二四方的 橙色的是常数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由x平方的细数叫做a x一次方的细数叫做b 常数项叫做c 所以当我们已经有这个方程式 可以当我们已经有这个方程式的abc之后 提问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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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有告诉我们 因为它是ray values of x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的b平方-4s解出来 它的b平方-4s就一定会是大于等于0的 然后结下去就是做展开的这个步骤 -2y加14的完全平方展开跟减法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个会是正的 第二个是负的 第三个是正的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普通的称法 沉进去之后就会走到这个地方停下来 所以就会有-36y平方-72y加108大于等于0 这东西是可以越减的 可以用36越减 但是在越减之前要跟大家讲 到这地方停下来之后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你就照常去做 你就会把它变成正的讲错 把它变成正的 把它越减之后会有-y平方-2y加3大于等于0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一整个方程式里面乘负号 可以在一整个方程式里面乘负号 乘了负号之后我的大小于负号开口就要转换 因为乘负号的关系 不等式当你在乘负号的时候开口会转换 所以就会转换成负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样去画竖线 然后我们最高四方是正的 所以从右边开始是正的 正负正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要找的范围是小于0的 所以我们要看小于0的范围也就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要找的范围也就是y可以在的范围 所以y可以在范围在这边的话 y的maximum就会是3 minimum就会是-1 这是我们把负号处理掉的情况 再来我们看没有把负号处理掉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负号处理掉的话 我们一样保持的是负的 然后它一样是大于等于0 然后我们交叉成的结果就会跟左手边有点不同 如果y加e是相同的话 这样左手边就会是-y加3 或者你的左手边交叉成是y-3 右手边就会变成-y-1 可以都是一样的 好这时候你就要去想 这时候我们把它画出来变这样 好现在我们最高四方是负的 所以最右边是负 然后我们的方程式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我们要看的方式是中间这一块 所以今天你在左手边做的时候会是正负正 你在右手边的理解上会是负正负 所以是看你怎么去理解一整个题目的流程 有些同学喜欢做最高四方是正的 有些同学不管他不要把这个大小于符号换方向 因为可能会做错 所以最高四方是负的告诉我们最右边开始是负的 或者这些代数字啊 如果你想要比较正确的解释 这时候我们maximum一样是三minum一样是负一 这边的中间是负的 这边中间是正的 所以那这负正的符号 在这边的理解上其实也是属于学生自己去判断的 自己去做一个你自己的决定 然后去找到对的答案 可以概念是这样 第十二 第十二是题目告诉你 这个方程式的根叫做α平方跟β平方 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α或者β 他告诉你这个方程式的根 它就叫做α平方跟β平方 好诶 然后再告诉你α跟β都是大于0的数字 都是大于0的数字 要求你去找 如果找一个方程式它的根是α跟β的 所以我们不意外了 还是会先去找这两个根的2根之核 还有这两个根的2根之基 我应该是忘记写product 好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 这两个方程式是α平方跟β平方 好诶 今天我们要找的方程式它的根叫做α跟β 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方程式它其实是 呃 它其实是用这样子的表达的 就是x平方 这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x 它应该要是x平方-3x 然后加上product 会等于0 所以这里的α 这里的sum就会是α加β 这里是x 然后后面的地方就会是αβ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只需要找到α加β 和αβ就好 我们不需要去把α的数值找出来 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只是这个方程式的两根之和 还有两根之基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次开始去把两根之基找出来 可以从第二次开始 因为第二次我只要左右两边一起开平方根 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当我在开平方根的时候注意要有正 分乎有正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 但是因为题目告诉我们 α和β都是大于0的数字 所以它只能是正分之一 然后把我们找到的正分之一这个数字 带进去第一次 可以找到我们的α加β 因为α平方加β平方是α加β的完全平方-2αβ 可以这部分已经在这份考译里面第二次看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αβ放进去里面 然后进而去找到α加β的数值 α加β的平方找到结果是4开根号之后 一样会有正负2 可是我们这里只有拿正2 因为提供告诉我们α跟β大于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找到的α加β这个2 还有αβ的这个1分之1 放进去我们刚刚设定好的这个方程式 这是xr写错 OK 第13题 第13题要我们找y等于x平方 然后直线y等于x2减x还有xo之间的面积 OK 首先我们先把题目的图画进去 因为我们才判断一下题目要我们找的面积是哪一块 所以首先是y等于x秒的手画咯 所以不是很美啊 OK 然后再来就是要去写这个y等于2减x的直线 画这直线的时候我们会带入x等于0跟y等于0进去里面 可以找到它的焦点分别是02跟20 所以它现在会长这样 OK 现在会长这样 OK 接下来我们来判断一下题目要我们找的面积到底是哪一块 题目要我们找到面积有三份合起来的 Bounded by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面积一定要包含这三个东西 如果没有包含这三个东西就不是我们要找的面积 OK 所以今天要题目要找到面积是 Curve的直线的 还有X轴的 所以在这一整个图里面哦 同时有同时包括在Curve 包括在直线 包括在X轴的范围只有这一块 因为你的Curve是这里 你的Line是这里 你的Axis是这里 你的轴是这里 所以只有这一块面积是同时有这三个元素的 你如果今天选这一块或选这一块或选这一块都好 它其实都没有同时包含三种元素 所以真正Bounded by的面积就会是这一块 OK 所以这是我们要找的面积 所以今天我们确定我们要找的面积是这一块之后 我们下课步骤哦 就会去把这个点找出来 OK 我们需要这个焦点来帮我们判断从哪里起到哪里 OK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解联力 然后找到这个点其实一一哦 另外一点是-2啊 是这边这条线延长上去的另外一个焦点 我们就不管那边 OK 我们知道这个点是-1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会把整个图切成两份 可以左手边这一块是A1 右手边这一块是A2 因为是左手边这一块里面 呃 针对的对象只有曲线 右手边这一块针对的对象只有line 左手边的A1只有curve 右手边的只有line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针对两个地方做 积分到左手边的Y指的是curve 从0积分到中间的这一块E 右手边针对的是line的 从1积分到2 所以右手边这一块面积 如果你不要用积分 其实也可以做三角形啦 二分之一成一层高就好 K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进去里面 去找到我们的这个答案 去找到我们的这个积分的结果 然后记得它是 它是面积所以是 UNIX平方 写错啊 这是平方 KUNIX平方 后面两个地方都错 K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以外 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是用 痾 横轴来做 用Y轴来做 可以用Y轴来做也是可以的 没有影响 还是做得到 OK 我们再提到这边 这个是错的还是平方 14 第14题是8B的题目 可以是做 流水的 可以题目讲有一个 upside down的conical container conical指的是con 就是圆锥体 upside down指的是尖尖的地方是往下 可以前进的地方是往下 然后 题目给的东西是 这个 这个con的半径 K radius是10米 它的高是20米 在这边 然后水流进去的这个速率是5m3四方 per minute 所以这个流进去的速度 其实它就是dv by dt 可以dv by dt 20米跟10米 然后这个时候题目讲如果水的高度是10米 看水的高度就是水流到10米的时候 问你这个时候水流高度的速度 改变的速度 看水间要你找水流高度改变的速度就是dv by dt ok 然后题目一开始给的这个10米跟20 它本质上不是要你做带入的 它给你的东西就是告诉你今天你不管水流到哪里的时候 今天水流到这里的时候它的比例也同样会是1比2 1比2是它要给你的比例 而不是其他东西 就是它不是让你去把这个东西带进去你的方程式里面的 不是 它只是要告诉你不管水流到哪一个高度的时候 它的比例一直都会是1比2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个关系 一个是h2r 另外一个是r等于h2 可以看你会用哪一个方程式来做哪一个 哪一个转换的方程式来处理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volume volume的公式 这是一个con的公式 它的pc公式会是1 3分之1底面积层高 所以1 3分之1πr平方h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方程式 然后我们可以把r做转换 r转换成h2 这里我也有写明说你也可以转换h等于2r 转换h等于2r也可以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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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它没有很直接告诉我们到底要用哪个位置数 但是这里我们会做hash的原因 是因为题目要我们找的是水的高度的速率 水的高度的速率 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东西是水的高度的速率的话 我们就会选择 OK 我们就会选择去带入以hash为主的方程式 这样才不会有问题 OK 所以我们会有volume的表达 它其实是12分之1πr3四方 OK 12分之1πr3四方 OK 然后微分之后把3扳下来 让它跟12做越界 我们就会有1 4分之1πr3四方 πrx平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用chain rule 可以用chain rule 只要再导数就好 右手边的dh by dv by dt 是题目给的5 OK 我们就可以把数字放进去哦 因为原本是1 4分之1πr3四方 这时候导数就会变成4在分子 然后 πrx平方在分母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dh by dt的数值 叫做πrx平方分子20 这个时候when the height of water is 10米 这件事情就可以拿来用啊 因为好我们找的东西是当水的高度流到10的时候 它装装装装到10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高度的改变量 所以这个时间点高度的改变量 就可以把这个hash放进去我们dh by dt里面 去知道原来这个时间点 我的水流的速度是1πr5 OK m per minute 这样子来 这件事情是跟这个东西挂钩的 一开始给你的10跟20不是让你带进去的 是让你来做比例的 让你去知道他们的关系 因为今天你知道水流到10的时候 你同时也能知道这个时间点的半斤是5 所以这是比例的东西 不是让我们来做代入的 是让我们去做别的这个过程的 OK 然后有同学是把它写成是小数的 没有问题哦 但是保险期间你写这样就好 B小题 B小题是要讨论水面面积的改变量 所以水面面积的改变量的话 我们讨论的东西只有在水 在这个时间点的水面 我没有讨论它在里面的地方的水面 所以不是做surface area 是做area 可以只有πr平方 只有讨论圆形的部分 只有讨论圆形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一样去做尾分 可是这里做尾分的时候同样 因为我们现在从slt开始做的东西是dh 是以高为主 而不是以半径为主 所以我同样在这里会把这个半径转换掉 转换成以h为主 这里如果你要做r也没有问题的 可以这里如果你要做r也没有问题 不会影响你整个运算 还是能够做到 只是如果你做r的话 你还需要去做r对h的微分 就要做多一个步骤 不过也还好啦 也是做得到 可以也是做得到 接下去 接下去 我们今天目标是做da by dt 所以同样我们就想下da by dt 有关的微分 跟有关的那个圈入 应该是长什么样的 我们就可以有da by dh 还有dh by dt 所以这是a小t 所以这里是需要用到a小t来帮我们解的 如果你今天是做r的 你做a对r的微分 这样同样这边就会是da by dr 然后dr by dh 然后dh by dt 可以去多一个在中间做媒介 所以不管怎样都做得到 可以不管怎样都做得到 只是看你用哪些方式来做理解 重点是你要先知道水面是r平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da by dt 所以dh和一样做微分 然后da by dt 也能够表达出来 可以da by dt 就是da by dh 所以就照抄下来 排hash平方 dh by dt 是a小t的5排分之1 和a小t的5排分之1 然后排跟排可以约掉 我们会得到hash输10 这个东西是da by dt 然后一样 可以一样 题目要我们找的东西 一定是数字的 所以我们找到这里之后 我们需要把hash等于10带进去 hash等于10带进去 这部分就是刚刚 就是刚刚题目最后给的那个10米的时候 所以带进去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 这个时间点area改变量是m平方per minute m平方per minute 这个是b小题 这是这部分的讲解 那讲错的地方 我会放在discriminate给大家看 可以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